粉絲洋裝搭配白色短裙 成果發表會上 接受學生們獎品 笑起來有氣質 他是高雄市新興區一所 國小音樂資優班外聘老師 卻被家長踢爆 拿假的中山大學硕士學歷 來應徵工作 多位家長是音樂科班出身 質疑學歷有問題 但校方表示個資法沒法查 家長自己當柯南行文 中山大學回覆 根本沒有就讀過碩士班 一查更發現 他謊稱音樂碩士 但畢業證書用的卻是 未造校印 校長印和院長印 涉嫌未造文書罪 被地院判刑兩個月 家長更不滿的是 假碩士音樂老師 教的可是自由班 一學期終點費 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元 十年下來三十七萬四千四百元 假碩士學歷賺十年 家長控訴校方失職 十多位家長極力向市議員陳情 作為一些強力的查核的話 其實會對外聘老師 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難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跟學校根本就是共犯結構 教育局也介入調查 認為校長沒有依照審查會程序 就聘任假碩士音樂老師 要求檢討改進 只是音樂從小就要扎根 學生跟著假碩士老師一學 學四年 恐怕對未來音樂領域發展造成影響 記者洪夫人王書宏 高雄的 謝謝寐